好,今天冠委学长陪你学呢,要跟你聊柱体跟锥体 就是这两个很重要的字,柱跟锥 那我们来想一下,什么是柱体呢? 其实这个字跟我们平常这个谈到的柱子就很有关系嘛 直直的一根柱子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的柱子呢,我们常常说它可能是这种长方体 或者是这个四角柱 因为它大概长的是这样子 长长的 好 那后面有隐形的虚线啦 我就用黄色表达,这个是看不到的 那之所以叫做四角 好,是因为你看它的底面呢 是一个四远形 好,那就是一个四角柱这样子 好,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柱子呢 它是圆柱 好,就是圆的柱子,就是在底面是一个圆 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 这个很有名很有名的建筑 你说不定还没看过 但是呢,它叫做五角大厦 它是哪里呢 它是美国的国防部 那如果我们把它的状况简化来看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五角柱 只是这个柱子很扁很扁很扁 所以呢,你可以看哦 它的这个形状啊 我们稍微画一下 应该是这样子 画的不是很好看 好,那如果你要把它另外一边的我们所谓透视的图也把它画出来的话 大致上呢,就会是这样子 好,有没有看到底面是一个五边形 然后呢,是垂直往上的 这种叫做直角柱 那这样子两面都是五边形的一根柱子 我们就称它为五角柱 好,那讲完了柱子呢 我们另外接下来要讲锥啦 那,呃,大家最常看过的 呃,这种呃,比较有锥子的概念的就是尖尖的 然后呢,像钉子的那个头 它是可以打进去的 那,它就是一个顶点 那,呃,虽然呢,巴黎铁塔 不是,严格来讲不算是很标准的这种角锥 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圆弧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的图形简化的话 我们把它变成像是说 你有一个顶点 然后呢 然后后面有一个虚线 然后后面这里再补一个虚线 有没有,它就是一个四角 下面是四个角 然后有一个顶点 那我们称这样子的东西呢 就是叫做角锥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四角锥 那你下面如果是圆形 那就是圆锥 圆锥就像是我们吃冰淇淋的甜筒一样 所以啊 呃,这里很快的呢 就让大家认识到 就是说,呃,有柱体 那它的特色就是说 两面是一样的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如果介绍的是直角柱 那它就是整个跟底面垂直的方式这样子延伸上去 那另外呢 如果它的另外,它的底面是一样 但它另外一边呢 诶,是只是一个点 那就变成了这种状况叫做角锥啦 OK 就是这个状况 这就是角锥 好,那有了角柱跟角锥的概念以后 呃,我们就可以去看相关的影片 然后接下来做更深的学习哦 然后接下来做更深的学习